從來沒有那麼 誠心誠意的想要得獎 他為什麼不順應名義一下 我要幫他爭取一下 當然是 也是他個人努力得來的 小鬼在的話 他一定是這樣 憲哥 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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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就懷念他 那這個是一個電視人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頒獎領 我相信他也會希望他過來 恭喜 抽一二六人之多獎 Cheers 好 這裡一場 OK 好 好 恭喜 獎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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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年其實最大的遺憾是 玩很大沒有入圍 就是說入 連入圍都沒有 大概這六年裡面 全台灣的外景節目 都是以玩很大為一規 如果這也應該列入考量的話 玩很大 然後加上他的最高收視率 他應該要入圍的 否則 難道我們是完全的藐視民意嗎 你看你寧願空一個位置 椅子在那裡 你都不讓一個 台灣收視第一名的節目來入圍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因為我們那個玩很大 還有小鬼的作品 大概十集吧 應該有十集吧 所以明年要 從來沒有那麼誠心誠意的 想要得獎 但那個節目得獎 應該沒有半個人會跳出來 XX 這個節目不應該得獎 不可能嘛 那為什麼順應民意一下 我要幫他爭取一下 當然是 也是他個人努力得來的 他們已發這個幾個月 半年左右 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的 裡面最不認真是我 最不認真是 如果我們得主聲講的話 我是沾了他們的光 因為他們兩個要 他們要往前衝 我只是要把整個盤面要拖好 不要這樣講 你很重要 你算是玩很大裡面的羅賓 對對對 那他們是蝙蝠俠 喔 其實我今天的一個頒獎 本來是 想說不要來的 因為你看昨天 昨天的狀態 對啊 然後到今天 沒有辦法平復 然後也沒有什麼睡覺 對 心裡面的安過 到我 後來 感覺起來 如果說 小鬼在的話 他一定是 憲哥去啦 去啦 一定是上 對啊 所以我們就 懷念他 那這個是一個電視人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頒獎領 我相信他也會希望我們過來